各位历史爱好者 准备好被颠覆你对时间认知的疯狂历史事实了吗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历史气温 快系好安全带 准备好笑出声来吧 1.古埃及人喜欢棺材派对 是的,你没听错 古埃及人竟然会给自己的棺材举办派对 他们会在墓穴里放入各种食物和玩具 好让死后的人能够享受生活 古代的墓地派对,想象一下 2.罗马人有自己的夜店文化 古罗马人爱玩,居然有专门的夜店 这些地方不仅有酒,还有舞蹈和音乐 真是古代的狂欢夜 3.中世纪的洗澡风潮 在中世纪,有一段时间人们非常喜欢洗澡 甚至有专门的公共浴室和洗澡日 看来,古代也有过浴室狂欢的时期 4.古希腊的纸巾 古希腊的餐馆竟然提供纸巾来擦拭手上的食物 虽然看起来和现代纸巾不太一样 但这已经是古代餐饮中的一大创新了 5.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危机 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子使用了很多易燃材料 导致不少人因裙子着火而遭遇意外 想想看,那时的时尚居然还得携带灭火器 真是火辣时尚 6.古代中国有冰淇淋 古代中国的人已经能制作类似于冰淇淋的冷饮 用雪或冰制作的冷甜品 简直是古代的甜品大师 7.19世纪的空中餐厅 巴黎在19世纪竟然有空中餐厅 顾客可以在空中享受美食 这种飞行用餐的体验真是让人惊叹 8.古罗马的尿液洗衣术 古罗马人竟然用尿液来洗衣服 因为尿液中的氨水能去污垢 这个古老洗衣法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9.中世纪的动物医师 中世纪有一种特别的职业动物医师 他们专门给动物看病 这些早期的兽医们 真是对动物健康关怀备制 10.古埃及的美容医生 古埃及有专门的美容医生 使用各种化妆品和护肤品 为古埃及女性提供美容服务 早早就进入了美容行业 11.古代中国的飞行器设计 古代中国的发明家 曾设计过类似飞行器的装置 虽然没能飞起来 但这无疑是古代对飞行的美好梦想 12.19世纪的冰山运输 为了获取冰块 19世纪的英国竟然在冰山上挖掘冰块 运回国 古老的冰山运输技术真是令人惊叹 13.古代希腊的风筝 古代希腊的风筝不仅仅是玩具 还曾用于测量距离和传递信息 古人的风筝科技真是超前 14.古罗马的海豚娱乐 古罗马人竟然用海豚来娱乐自己 与海豚互动成为当时的一种休闲活动 古代的动物表演真是别具一格 15.中世纪的怪异疗法 中世纪的医学中 有一种疗法是用动物的身体部位来治疗疾病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的治疗手法 16.古代中国的纸张艺术 古代中国的纸张制作技术非常先进 甚至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纸张和艺术品 古人的纸张创意真是让人配的 17.古代中国的纸质货币 中国古代早早就使用了纸质货币 比许多西方国家早上几个世纪 这种古老的货币革命真是开创性的 18.古希腊的运动健身 古希腊人非常注重身体锻炼 竟然有各种健身设备和训练项目 古代的健身文化真是发达 19.17世纪的国王橙子 在17世纪的英国 有一种特别的国王橙子 竟然因为误会被当作国王 历史的橙子事件真是令人捧腹 20.古代中国的麻将 古代中国有类似麻将的游戏 早在几百年前 人们就已经开始享受这种智力游戏 21.古埃及的猫咪墓地 古埃及人对猫咪非常崇拜 竟然为猫咪建造专门的墓地 这种猫咪葬礼真是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 22.19世纪的怪异医学 19世纪有一种怪异的医学疗法是通过催眠来治疗疾病 真是古代医学的超现实 23.古代中国的风筝军事用途 古代中国不仅用风筝玩耍 还用它来传递军事信息 古人的风筝战略真是巧妙 24.古代罗马的公共浴室 古罗马的公共浴室非常豪华 有冷热水池 桑拿房 古代的温泉文化真是先进 25.古代中国的发明火药 中国古代早早发明了火药 这种爆炸科技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代中国的火药大发明真是震撼 26.中世纪的超前医疗 中世纪时的医学里有一些超前的医疗方法 比如使用各种药草和治疗手段 古代医学的智慧真是令人敬佩 27.古代希腊的剧场音效 古希腊剧场的设计非常巧妙 能有效地控制音效 让观众听得清楚舞台上的一切 古代的音效工程真是了不起 28.古代中国的军事演习 古代中国的军事演习不仅包括战术训练 还包括策略讨论 这种早期的军事演习真是系统化 29.古埃及的建筑工艺 古埃及的金字塔建造技术非常高超 利用了大量的工程技巧 古代的建筑奇迹真是让人惊叹 30.古代中国的长寿秘诀 古代中国人研究了许多保持长寿的秘诀 包括饮食 生活方式等 这些古老的长寿秘籍真是值得学习 怎么样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 是不是让你对时间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历史上的这些奇闻趣事 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下次再聊 我们继续探索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